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一期的手足球新闻报导 要带大家来看看 过去几个月 手足球界发生了哪些新闻 欧洲的手足球回归 美国四冠王的诞生 很少全美的女子选手 亚洲手足球的逐渐复苏 大家好我是Jack 欢迎回到手足球新闻 全世界的手足球在2010年起快速发展 到了2019年 全世界共举办了92场的国际公开赛 到达了巅峰 但是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后 那一年一瞬间降到了谷底 全年只剩下11场年初举办的比赛 之后所有的比赛全部取消 直到2021年5月之后才慢慢复苏 截至目前2021年预计将举办21场的国际赛事 随着美国的脚步 欧洲也在7月份正式回归到了手足球赛场 奥地利也打响了欧洲的第一炮 率先用Galento的球桌在欧洲举办了欧洲第一场国际公开赛 接着保加利亚 瑞士 斯洛法尼亚 德国 葡萄牙 也都相继举办了国际赛事 预计在12月份还会有法国 印度会举办赛事 在全世界的共同努力下 已经看到了手足球在全世界全面重启的曙光 一位选手在一场赛事中 能够赢得多少的公开赛头衔 一个 两个 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Ryan Moore在Tonado Championships 一局掌握了四个公开赛头衔 他击败了 Tony Spreman 赢得了公开单打的冠军 接着跟Greg Robinson 一起赢得了公开双打的冠军 跟他的老婆Eventa Moore 赢得了公开混合双打 以及指定混合双打两项冠军 总共获得了四个冠军 更厉害的是他们夫妻俩 还带着两个未满四岁的孩子 在比赛会场 除了要打比赛 还要雇小孩 这样的难度破表到无法想象 我不确定在手足球的历史上 有多少人在国际赛场中 可以办到这样的事情 我听说仅仅三位 如果你有正确的答案 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 很少全美的女子选手 Sullivan Roo Sullivan是来自一个手足球家庭 爸爸Terry Roo 试炸球场多年 至今仍是全美排名前十的选手 妈妈Kisha Roo 也是前女子世界冠军 身为Roo家族的长女 Sullivan 今年的表现是家族内最亮眼的一位 今年度的她已经赢得了三个女子单打冠军 三个女子双打冠军 统治了整个美国的女子赛场 她的主要进攻招式是使用推杆 在现代以蛇球为主的赛场中 特别与众不同 加上她亮丽的外形 出色的表现 绝对是未来首修赛场中 最耀眼的一颗女子巨星 接着我们把镜头带回亚洲 今年度预计在12月份 位于亚洲的印度将举办两场国际赛 不过由于亚洲的疫情尚未缓解 我更能认为很难有其他的亚洲选手 前往参加比赛 不过在健康安全的前提下 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印度可以举办一场 盛大的赛事 正式让亚洲回归到国际的手足球赛场 日前在韩国也举办了国内的公开赛 在韩国他只要有出赛的比赛 场场夺冠 没有输过 统治了整个韩国的赛场 中国也举办了多场的国内的公开赛 有成都邀请赛 大理公开赛等等 也都持续让中国的桌式足球赛事 热度能够持续延烧 越南也渐渐的开放 通过社群媒体的了解 也看到越南的手足球聚会 渐渐的变多 而且他们的技术也越来越精进 期待有一天 越南也能够加入我们的亚洲手足球赛场 一起一同较劲 至于日本也开始局部的开放 各位可以看看我们之前跟Tokuya Kojima的访谈 来了解到日本现在的状况 香港足球界的热度也不减 虽然没有公开赛的举行 但是在Matchpoint俱乐部中 仍旧是吸引球手每周聚会 以球会友 而且香港的校园手足球赛事已经重新启动 至于台湾 疫情已经在可共识的范围内 选手也相继出来打球 动动手脚 预计在12月份 也将举办一些小型的手足球比赛 让选手来过过瘾 总结来看 亚洲在全世界的手足球比赛 回归的比较慢 无法出国参赛的各位 是否跟我一样手痒 很想找人来比赛 没关系 在还不能出国比赛前 就先来看看 Inside Foose的比赛来过瘾吧 现在就订阅高乐吉手足球频道 个别忘了要订阅Inside Foose成为会员 能看到全世界最丰富的 手足球赛事精华 透过搜寻 来观看特定选手的比赛 也能交叉搜寻特定选手的对战组合 深度探索每一位选手的特别技巧 现在就来订阅 最后如果你还没有看到 我们之前上线的两支影片 前十年亚洲的最佳单打选手 以及前十年亚洲最佳的双打选手 这两支影片 欢迎到Inside Foose上收看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 我是Jack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